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我用一個新的相機跟大家見面了 我買相機了 我現在看到影片裡面的自己 我都覺得好像有點像樣子了 我決定做一個YouTuber 我相信這個過程肯定是不容易 其實我有認識很成功的YouTuber 但是我們經營的方向不一樣 而且我也有一點羞恥 我希望在我頻道做得更好一點的時候 然後再跟他請教 所以目前我在這個做YouTuber的路上還是有點孤單 頻道現在也有一些增長的跡象 從原來聊聊幾個人 然後到現在我的視頻的質量慢慢提高 有更多的長視頻 然後內容上面我也琢磨得越來越有方向 拜託拜託 我很認真很有誠意的告訴大家 從今天開始我要認真經營我的YouTube頻道 在今年我也希望我的工作上面 生活上面會有我想像中的變化 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為YouTube是我的第一步 親朋好友們 希望你們如果在海外的或者在國內可以翻牆的 無論你在香港 無論你在台灣 無論你在日本 只要你是能聽得懂中文 粵語也好國語也好 或者你能看懂法語 我都有法語的字幕 只要你願意看我的頻道 如果你覺得有一些起方 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能讓你開心每天的娛樂 希望你們關注我 希望你們訂閱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我的頻道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需要盡快的有一個人數上面的增長 上一次一個那個新的系列 斷舍離 我覺得還挺成功的 以長視頻來講 我是第一次達到了有100觀看度 以我這個資深的YouTube觀看者來講 100是很少 也不是100K 因為我看的很多都是百萬以上的觀看度等等的 所以確實在我做YouTube之前 我覺得100觀看度有什麼好高興的 但是在我做了這一小段時間的時候 我發現100觀看度已經是很好了 這是第二個要宣布的東西 是以後頻道有一個很重要的系列內容 是法國生活不藏私 所以我大家都是 我這個年代的對康熙來了 肯定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 每天看重複看 然後停播以後偶爾還是炒冷飯 最近小S就重新開節目嘛 就是小姐不惜地 然後他們的番外篇就有一個應該叫做小姐不藏私 所以我今天也是效仿他們 我取名不藏私系列 口號是 你有問題我來回答 歡迎提問 好換一個好了 嗯 法國生活有問題嗎 我來解答 法國生活你問我答 好像這個比較好一點 好目前就先以這個為我的slogan 也就希望在看觀看這個系列影片的你們 可以給我在影片下面留言 關於法國生活的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來提問 我舉幾個方向例子好了 就是我對金融業 會計業有一定的認識 因為我在銀行工作 所以如果是這方面的問題 可以提問 然後我的朋友圈 還有我的興趣愛好來講 如果你對戲劇有興趣 法國文 法國戲劇 如果你對運動有興趣 我最近經常做的就是鋼管務 還有攀岩 如果你對房地產 如果你對移民 法國留學 如果你有任何的法國生活的問題 都可以歡迎留言 我會看內容 然後選擇一些問題系統性的答覆 如果當然是很簡短的內容的 我就會直接給你留言回覆 在這邊我想引用一個 大S以前出他的美容書的時候 說的一些話 當時蔡康永就在康熙問他 他說 大王你出這個美容書 會不會想到怕被貴婦取笑 你居然出美容書 然後大S就是 也很自然的回答 他就說 首先因為我不嘗試 我說的東西我全部嘗試過 而且我的 是我自己本人的推薦 或者我問很多大咖 然後是他們 告訴我的甜妞 跟他講的什麼 蕭強跟他講的什麼 所以這個系列的內容 對我來講也是這樣 我是在法國生活14年的一個 海外華人 最近我真的發現 因為我很有這個欲望 很願意跟大家分享一些 對我來講是 Aki 是一些很本能的 變成一個很本能的 反應的東西 但是可能剛來法國的你 或者說來法國 不關注某一些方面 生活細節各種的你 可能不知道 我的目標是告訴大家 在法國生活的一些黑flags 黑flags我要翻譯的話 就是一些本能的反應 一些條件反射的反應 比如說今天我去旅遊 然後你會不會想到 有可能你需要維權 有可能你坐飛機還能賺錢 就像我 下一個系列我會講 就是我坐飛機 如何賺到一千多塊錢 因為有時候你通過維權 可以在歐洲法律裡面 很容易會得到一些補償 所以很多東西 這一系列不藏私 我希望是具體的 能在金錢上 能帶給大家少一點的損失 或者甚至有收入 另外就是 如果生活上有任何的困難 你有什麼機構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你希望生活得更有質量 更健康 做什麼運動 什麼器材在哪裡買 各種各種的 我希望以我14年的經驗 一個老法國華人老巴黎 加上我的朋友圈 我希望我能給你們達到 一些比較有質量的回答 好廢話不多說 今天是第一個不藏私內容 疫情下很多新的概念 比如說旅遊保險 什麼叫 COVID-19旅遊保險 新冠旅遊保險 這個事情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我下過十天左右 我要去以色列旅遊 然後現在旅遊 你肯定會看當地入境的一些要求 除了需不需要簽證 然後另外一個現在非常重要的 就疫情下 對疫苗或者檢測的要求 今天是想告訴大家 旅遊保險怎麼去弄到手 比如說以色列 他就有要求說 他需要一個新冠旅遊保險 Unnation de voyage Coufant la COVID-19 其實現在疫情旗下呢 他需要你一個 什麼樣的新冠的證明呢 其實是保險的證明 只是說因為疫情旗下有一個新的名詞 所以不是每一個你原來的保險 都是包含這個COVID-19在裡面的 所以說你拿到這個 你確認一下 如果你有我下面這兩行信息的話 等於你也有這個包含在裡面 它主要是防兩個事情 一個是如果你在國外得了清冠 而且是比較嚴重的 你需要比較多的醫療費用的話 那你本人如果承擔不起的話 你有沒有保險給你這個東西 第二個是說 萬一真的是Touchwood的話 如果你不幸就是 病重或者死亡 這樣子的話有沒有這個 這個遣返的費用 能不能包在保險裡面 過我的一番努力 我最後知道 怎麼可以得到這個證明呢 就是你要跟你的銀行信用卡 Visa卡 它一般會包含這種旅遊保險 最簡單的方式 我現在就發現了 拿出你的銀行卡 你後面通常會有一個號碼的 我是不說哈馬的卡 然後呢我是那個黑卡 然後呢後面我的卡上面是寫著 Assistance 然後就有個08的號碼的 所以說如果你是不說哈馬 跟我一樣也是Permier的 Account的話 你就打這個電話 恭喜你 你給它卡號 它會人工服務 秒接 你給它信用卡的號碼 它就會查到比如說 你是普通的用戶 或者是Permier的用戶 然後它就告訴你 你有沒有這個保險 最後呢其實它是給了我一個網站 我會把網站的連結放在下面 是 Visa-6-1.Votre-6-assistance.fr 或者 Votre-6-assistance.fr 你只要進去其中一個 你輸入你銀行卡的前9個號碼 你輸入一些信息 你去哪裡旅遊 幾號到幾號 然後你的郵箱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給你寄一個 呃 Attestation 然後Attestation上面寫的是 我給大家讀一下哈 法語是這麼寫的 Frey médico en cas de maladie Don Covid-19 所以它要包含Covid-19 U d'accident Couro Non aquí en France Et dans le pays de résidence 就是你在海外的 然後我的這個 這個是有十五萬五千歐元的上限 嗯 然後第二個 Habatrimon ou transport sanitaire 就是 嗯 如果你是病重吧 如果你要 需要遣返的話 它可以 把你 免費遣返 那應該是包括了 飛行的費用 然後當地 嗯 在地以後 你打車等等的費用吧 還有最後一個 Habatrimon ou transport de corps 就萬一死亡的情況下 你有沒有 嗯 這個 這個遣返的 嗯 保險 好 然後第二個銀行 我知道的是 Helobank 那Helobank 是BNP的一個 一個網上銀行 我朋友跟我講 他們就沒有 打這個沒有用 他就只能找到了一個 BNP合作的那個 保險的網站 然後呢 你只要也是進去這個網站 把大概內容 看一下 你就能拿到你的 Addestation 然後這個我也會把連結放在這上面 它是 BNP Voyage BNPB BNP Voyage 最後 最近天氣很好 然後疫情 雖然其實沒有減退 但是 大家的心情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這個 旅遊保險的信息 希望大家也是旅遊愉快 然後 嗯 趕緊的旅遊自由吧 就我也很想回亞洲欸 我也很想回國 很想 去日本 很想去韓國玩 嗯 好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旅遊自由喔 拜拜